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地年未建农 徐全峰一家在堂房前摆起供桌 五颜六色的供品依次呈上 冬日暖阳 香甜的味道在村里弥漫开来 宣告新年的到来 当地有在春节期间迎龙礼龙的传统 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长龙走村窗户 为村民们送去欢乐喜庆和吉祥祝福 春节期间中国人的餐桌上甜食不断 多姿多彩的香甜美食 蕴含着丰富的美好寓意 承载着人们的新年期盼 祭造果将美好心愿布于天地间 奏向春节续曲 淡散如玉火蝴蝶披糖妆 寄托新年愿望 小糖饼落盘生香 是年夜饭上的大担当 甜是一根线 跨越千山万水 串起中国人的美好心情 迁信亿万中国家庭的幸福 甜蜜连连 年味悠长 徐全峰来到糖房熬制麦芽糖 赶着做一批新的冻米糖 好为晚上的祭造做准备 鱼咬老话有 腊月念三 祭造菌 五色造果摆当珠 当地有腊月二十三晚上 祭造的传统 祭造用的甜食小吃 统称为祭造果 一般要摆放六 八 十 十二种 取好适成双之意 通常由麦芽糖 芝麻糖 寸金糖 冻米糖等组成 其中最受欢迎的冻米糖 几乎家家都会做 是很多人小时候的甜蜜记忆 也是难忘的新年味道 要做出满意的冻米糖 还需上好的麦芽糖来加持 徐全峰不时举起木板 查看麦芽糖熬制的状态 糖浆的浓度决定着麦芽糖熬制的进度 出锅的时机全凭造糖人的经验 一次次丈量糖浆 徐全峰将甜蜜牢牢握在手里 早在七千年前 仙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鱼咬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 制作麦芽糖的主要原料就是大米 大米蒸熟和发好的麦芽 混合发酵生成麦芽糖水 经过熬制做成麦芽糖 三千多年前 中国人就破解了这造田的密码 传承至今历久迷新 扑通扑通的声音在糖房里回荡 好似新年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坚实有力 徐全峰守住大锅不停搅拌 防止糊锅 这根略显粗陋的老木板 已经陪伴徐全峰多年 见证了一锅锅麦芽糖的诞生 记录了数不尽的甜蜜瞬间 徐全峰的爷爷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丽山老街开糖房 徐全峰在糖房长大 从懂事起就给爷爷父亲打下手 耳濡目染下 学会了麦芽糖制作手艺 如今从父亲手里接过糖房 已是三代传承 年复一年 味道依旧 香甜依然 糖浆似乎听到了新年的召唤 吹起一个个巨大的糖炮 拍打在锅壁上 瞬间爆裂 锅盐上方 甜蜜的雪花飞舞 是到了麦芽糖出锅的时候 熬好的麦芽糖倒入油锅化解 花生米 米花和黑芝麻随后入锅 双手左右开弓 锅浪翻滚 一缕缕甜香悠然扑鼻 沁人心脾 麦芽糖预冷会变硬 必须眼疾手快 带到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迅速出锅 倒入模具中碾压成形 刀起刀落 一块块为新年而生的冻米糖堆成了甜山秘境 从糖房到造房 刚出锅的冻米糖依旧温热 一份甜蜜 一份心愿 徐全锋用自己亲手做的祭造果为家人祈福 按当地风俗 为了让造军上天演好事 回宫匠吉祥 保佑来年一家平安幸福 人们供奉他甜蜜的祭造果 希望他嘴甜心甜 多说好话 祭造后 大人会把祭造果分给孩子 按照当地的说法 孩子吃了祭造果 新年乖乖过 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往来竟是甜言客 谈笑硬无苦口人 甜甜蜜蜜 大年三十 贴完春联 徐全锋开始拉麦芽糖 做2020年的最后一批祭造果 刚拉好的麦芽糖不加任何食材 不需任何修饰 扯成长条直接剪断 纷纷落落 一块块包含古老甜蜜的麦芽糖 在除夕点亮新年 麦芽糖中加入豆沙 揉捏成条 轻轻一扯 灌满一肚子甜蜜的老鼠糖球就诞生了 就地滚上一层金黄色的松花粉 2020年的小金鼠们排好队等待着交接工作 吃完这些香甜的老鼠糖球 就是2021牛年了 用香甜的祭造果送走旧岁迎来新年 这是徐全锋过年的甜蜜味道 也是一家人的甜蜜生活 用祭造果迎接小年 拉开了春节畜牧 甜蜜盛开 年味炖开 同样盛开甜蜜的 还有千里之外的淡伞 蝴蝶状的淡伞 在糖水蜜汁中沐浴 红艳艳的糖妆闪亮上身 甜蜜新年开始起飞 每到春节 广东总是与甜蜜相伴 甜既是节日的味道 也是最让人浮想连篇的浪漫 因为吃甜蜜的东西 会想到恋爱的感觉 初恋的感觉 吃甜的东西 想起了结婚的时候甜甜蜜蜜了 女孩爱吃甜又不长胖 外地人往往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答案 真正能俘获春节的味蕾 并且广受青睐的甜点 一定不简单 淡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是佛山人春节餐桌上的必备 淡伞色泽金黄剔透 里外酥脆 香而不油 甜而不腻 虽然貌似北方的排叉 但是由于包裹着一层糖浆 口感味道变得完全不同 淡伞只有甜的恰到好处 才是春节应该有的味道 能做出这等甜味的高手 常常隐于闹事 有哪种是比较甜的 这个要一点就行了 就一块吧 我专门挑这个甜的 张国刘 熟识的朋友都会叫他一声刘歌 不熟识的人问起他的职业 他总会卖个关子 我去做一份甜味事业的 64岁的张国刘 自称是半路出家的厨师 40岁那年 他一头扎进餐饮行业 专攻粤菜各式菜品的研究 尤其擅长甜点的研发 腊月24 广东人要在这一天 制作各种油炸食物 俗称开油货 淡伞是其中最重要的美食 很多人都会买一份淡伞 作为伴手礼 送给亲朋好友 别人做甜点 讲究传统古法 张国刘做淡伞 却直接研究分子室 他要配置一种恰到好处的甜蜜 在流行和健康之间 寻找最佳的平衡 500克高筋面粉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6克新鲜鸡蛋 充当粘合的媒介 30克色拉油增香提味 耐心揉搓 三种食材充分融合 直到面团产生最强硬的力量 再加油下去 我都没这个力气 因为那个做淡伞那个面团 那个精度太高了 它那个精 你没法这样拉动 但是还没达到 我的要求 最佳的精度 需要压面积来协助 压好的面 横切成长条状 再纵切成方块形小面片 中间划一道小口 面片一端穿过小口 轻轻拉长 就形成一个优美的蝴蝶形 在170度的热油中下锅 面皮瞬间定型 鼓起酥脆的小泡 披上金黄色的外衣 炸好的面皮 需要把油沥干 它们静静地等待甜蜜来点化 广东人爱吃甜食 对糖向来有着极高的标准 想要把淡伞做出口感绝佳的甜味 需要用六种配料 调制一种特殊的糖浆 白虾糖十丽丹丹丹 甜味全靠它了 其实冰糖清甜甜而不利 冰片糖有上势的作用 有颜值的担当 生姜驱寒 温馨才温暖 这个高酸 才是转化糖的精灵 最后一小碗麦芽糖压皱 把浓烈推向极致 在柠檬的作用下 耐心熬煮一小时 糖浆中的蔗糖 悄悄转化为葡萄糖和果糖 甜度大大降低 但层次更加丰富 甜的世界豁然开朗 嗯 差到好处 最终 炸好的面皮和糖浆相逢 激情拥抱 成就彼此 一份酥脆香甜的淡散大功告成 在春节期间食用 寓意油油润润 甜蜜富足 大年三十 年味已经流淌在大街小巷 张国刘也要把亲手制作的淡散和家人分享 熊儿 老爸 你来了 儿子和儿媳经营着一家西式蛋糕店 今天 他们也在为父亲准备一份专属的甜蜜 西式的蛋糕表达着年轻人对父亲的心意 中式的淡散就成为父亲对下一代的祝福 所谓甜蜜 其实就是家人的相互牵挂 中国人时常把食物的滋味比喻为对生活的感受 新的一年 甜蜜尤其不可缺席 甜点欢笑脸 吉祥有缘 好 美心得安逸福禄无疆 你看 过年了 对中国人来说 春节意味着家人团聚 也意味着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只要有最亲密的人陪伴 甜蜜就不会遥远 来啦 吃两半啦 淡散好似玉火蝴蝶飞在大街小巷 盘缓在人们的舌尖心头 甜蜜飞舞 快乐跳舞 同样迫不及待跳出来的还有小糖饼 似乎听到了新年的召唤 炉门一开 一个个小糖饼怀抱香甜 就上了年夜饭的餐桌 每逢春节 尽忠其限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都少不了一道特殊的菜肴 这道菜有个好听的名字 小糖饼 虽然看上去是点心 却不能用手拿着吃 非得用筷子夹住 才能入口 小糖饼圆如满月 咬一口甜蜜唇香 一百多年来 一直是齐县人年宴上的压皱菜 承载着齐县人最质朴的新年愿望 当清晨的阳光照进这家百年老店 高秀科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虽然手上一刻不得闲 可是嘴里哼的曲子一直欢快 柜台就是高秀科的舞台 每天都有人寻着饼箱和歌声而来 高家四代人专注做饼 祖传的手艺守护着齐县的年味 一道腊椅 其他烧饼黯然失色 小糖饼闪亮登场 按照期限风俗 春节期间 家家户户不可缺的年货 就是寓意甜甜蜜蜜蜜的小糖饼 烧饼店必须提前制作 很多人家也会提前储备 这是高秀科凭借多年经验设计出的双层烤炉 温度和热力的参数变得愈发精准 省去了它不少精力 可是如何活面 如何做馅 却是一门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功夫 一年四季 活面所需的水温不尽相同 高秀科和面打了一辈子交道 双手早已有了记忆 一世便知 老面是发面引子 老面中的酵母菌活泼好动 赋予面团蓬松口感 加入食用油 油脂减弱面粉的筋性 成全了饼皮的酥脆 盆大面多 活面得用拳头 杂面的特有节奏 和高秀科原创的劳动耗子 是绝配 我们身体好 运务要有劲 一生不得病 我们要活得好 活面要用力 活馅要用心 手中这把枣木擀面杖 已经陪伴了高家三代人 如今高秀科的儿子 又接过了他 小糖饼个头虽小 但是个很有内涵的家伙 六种馅料 组成小糖饼有趣的灵魂 馅料中的甜蜜来自糖 其馅虽不产糖 但地处山西中部 交通便利 难来的糖 才得以包入饼中 但因食材来之不易 所以小糖饼是过年期间 才品得到的真修 除了糖的甜味 小糖饼的香 还需花生的爽脆 芝麻的酥香 核桃的纯美 来共同成全 这些馅料如今并不名贵 但在一百多年前 都是千斤难买的稀罕物 齐县人唯有新春佳节 贵客临门之时 才会将小糖饼装在盘里 摆在席间 希望大家品尝美味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主人家的心意和祝福 小糖饼是一道上台面的正菜 馅料流淌是糖饼的大忌 不过只需一点面粉 便可规避尴尬 这一撮面粉 高海鹏也用尽心思 烤过的面粉焦香浓郁 左右逢圆 和馅料携手 共同全是甜蜜 但面粉一糊 翻动一刻不停 高海鹏是高家第四代做饼人 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事业 更是责任 传到我这里四代人 你说总不能到我这个 传到我这一代 你说是吧 做不下去 也对不起祖祖伯伯 对于父子俩来说 春节和忙碌这两个词 总是同时出现 一炉一桌两人 四手 小店里的忙碌 井然有序 烧饼店一直开到大年三十 只为齐县每一家的年味 都甜蜜有加 南瓜地轻轻一点 春节的色彩 月燃饼上 一餐一饭 因为一家人的团聚 拥有了完整的味道 小糖饼上桌 一桌饭有了团圆的寓意 一口饼 一口甜 从口到心 尽是生活的甜蜜 想吃什么 甜不甜呢 甜 用甜 用甜 祈祥纳福迎接新年 甜蜜在口 幸福长久 一味甜 一份情 承载着中国人 对来年的美好期盼 祭造果在东海岸边 奏响春节续曲 蝴蝶淡散 在南方的天空 放飞新年祝愿 小糖饼 在北方的大街小巷 打开千家万户的 幸福之门 形状各异的香甜美食 随相隔千里 一味相成 甜蜜相通 祝福相同 这多姿多彩的甜蜜新年 正是不变的 中国味